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要來玩的就是殭屍巢到了我的營區了 然後現在每個看到現在我營區我在倒數六分鐘幾秒 就是表示說現在殭屍正在我的營區裡面 然後呢比較尷尬的是因為我現在沒進去 然後我的武器呢 比較好的武器現在是一把M16 然後在家裡面 然後我現在我衝進去要跟他們拼的話我先看一下我去夠不夠 先吃一下好了 應該是可以 先做點東西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來不及回家 因為我剛回到家的時候就發現 我是說我本人回到家的時候 就發現而且他們正在我家裡面 排回 我現在進去的話家裡會破壞的很慘 不過呢 我今天讓大家看一下殭屍巢的完整畫面 因為我昨天拍的那個畫面沒有很完整 好我先看一下 我現在 等一下我進去必須先去拿我M16 M16在我武器箱裡面 我現在要進去啦各位 要來囉要來囉 殭屍大軍 讓大家看一下完整的殭屍 殭屍大軍的畫面 我還蠻緊張的 因為昨天很多隻 然後我是拿散彈槍 我趕快去拿武器 快快快 這隻這隻 好他們應該現在 他在哪裡 喔還沒來還沒來 還沒來他們還沒進來 好還好還好 還有六分鐘就進來了 所以我現在必須趕快做一下 呃 哇 好緊張喔好緊張喔 還有六分鐘他們就要進來了 等一下會有提示 我現在有拿 拿兩把槍好了 跟你拚 好 然後呢現在很緊張 因為殭屍就在外面了 他已經快到我家了 已經在我家門口了 基本上是這樣講 好等一下我先做一下防裝 繩子跟布 等一下二級布 繩子 然後 先把用不到的東西先 丟進去 用不到 用不到 卡片也用不到 好等一下將軍 因為江... 江屍大軍就要登場 你看什麼東西快壞了 衣服先做衣服好了 皮皮皮我要皮 皮在哪裡啊 現在好緊張喔 忽然間 வ E个緊張起來 因為 我昨天是忽然間 在外面 是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姜遲張衝進來 好先坐這一間公園 以為這件車 現在目前比我 Season上之間還好 這上發現他還得有點懸 先把他丟進去 然後鞋子鞋子 還好鞋子可以做 很緊張,因為現在殭屍大軍即將來了 我現在拿的是M16步槍 然後等下我要看到他會從我家怎樣侵入 現在已經倒數 有一隻在外面 我想把他關在外面一點 等一下 我身上有木頭嗎 沒有 這隻不知道等下會一起撲到我家 我先把他關起來好了 可是會不會他等下也會放出來 我現在先把他幹掉了 我在想要不要留火口 我先拿一些 而且等下應該是關不住他們的 先把這放進去 不然等下會死掉就死定了 我的那個裝備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必須小心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這些殭屍們會不會很瘋狂 我基本上只要帶基本的東西就夠了 木頭拿一下 拿兩把槍 三個死 其實殭屍大軍昨天沒有很強 因為昨天 我是有把他清掉了 只是現在有點急 有點急迫喔 超急迫的 我先把外面還是關起來 先建個地板 把他引過去 引到這邊來好了 他來了他來了 速度好快喔 靠這隻是騎行種嗎 他速度超快的 他速度很快 這隻是騎行種啦 騎行種比較不好抓耶 我想一下他跑太快了 我覺得這隻 因為我外面有關殭屍耶 把他引過來這邊好了 快快快快快 好趕快 他要把他幹掉的 我正在看要把他幹掉 因為這殭屍看起來 哇 跑太快了 等下我在這邊先 再建一個那個好了 建一個 哇 他跑過來了 摧 摧 損3滴血 好再來一次 來來來來來來 跟過來跟過來 卡速真的超快的 太好他在位置可以 這樣我就可以 建一個 關起來把他關起來 抓到你了 兩隻殭屍,這隻是騎行種 他比較 激動看這是慢慢走 這隻是那種會飛奔過來,然後這是我陷阱 陷阱殭屍,國外有人是這樣子建 陷阱的 我今天就是用這個方式 奇怪為什麼殭屍草沒進來 我先出去看一下 還是時間已經過了 不可能啊,我再看看倒數 我現在竟然應該會遇到殭屍還對 看一下 他倒數6分鐘 快37秒 喔 34 33 32 31 30 29 28 我們現在開始倒數 6 25 24 23 22 21 20 19 結果我還沒進來 我要來喔 不知道他們會從往面進來耶,因為昨天是從上面破壞比較慘 欸,我嚇我一跳還沒來 他們在哪裡啊 有沒有手雷啊,好想丟手雷喔 好應該剩10秒 9 8 7 6 來了來了 我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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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超多的阿 喔喔喔喔喔喔喔 天哪阿超多的 喔喔喔喔喔 ��死吧你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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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是我不拿鐵的最後奮鬥 不能破壞我的家園 喔超多欸 不然要破壞我下面的橋 有點LAG耶 殭屍太多LAG 不准破壞我的家園 我想把他們全部關起來喔 他們就往下走了 關不住他們 他們說有一個玩家跟我說 他們破壞這麼兇喔 可惡 完了完了 我沒武器了 我還把手槍 我現在腳不能動 我現在腳不能動 最後奮鬥了 我現在剛好腳動不了耶 我現在左邊的方向鍵是動不了的 是不是挨過來了嗎 我現在方向鍵掛了 好笑喔 方向鍵掛了 這怎麼回事 我現在方向鍵動不了 這應該是他的BUG 總之呢 最後勝利的是 我不喝拿鐵 我戰勝了這隻殭屍 我剛剛其實看不只十隻耶 應該有二十幾隻喔 好 現在我動不了了 怎麼辦 現在動不了了 很好 我就卡在這個位置 打擾魚肉的問題嗎 我在野外卡過一次 然後我是強制退出 好 沒關係 等一下我要開始建我房子了 我先稍微登出一下好了 我想一下 我想要怎麼登出比較快 動不了 真的動不了 完全動不了 我想一下喔 在跳舞嗎 跳灘狗 欸 動得了了 動得了了 喔 可以用這套掙脫耶 可以用這個掙脫 這是這個進走方式掙脫耶 好 我們出來看一下我們家變怎樣吧 因為我昨天就是想要錄這個 剛好他時間點是在我 工作完後到家的時間 所以剛剛錄了這邊 比較趕一點 不好意思 好 這邊全部被破壞掉 他們會從上面過來 從上面過來以後 一路只要靠近他們的物件 會全部拆掉 然後我剛剛 我剛剛看沒有拿鐵 鐵的那個殭屍啊 看起來全部都是直接 直接空手直接把牆拆掉耶 然後這兩隻殭屍還在嗎 喔 還在還在 這人家是沒有暴走 現在是比較 普通殭屍 可是暴走式的普通殭屍耶 哇 剛剛那畫面真的太驚險 大家如果想要多看幾次 請往回拉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剛剛的殭屍衝進來 哇 那我下次就對了 我想要這邊做那個 做那個 做這個東西 這叫做巨碼 做這個巨碼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如果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他們進來是不是就會比較不怕了 我在之後的急速 我會錄一集就是用巨碼 試試看會擋住他們 然後有玩家說 可以用那個牆壁 就是像這牆壁可以升級嗎 是不是可以升級到 就是變牆壁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就 磚塊 磚塊的牆壁是不是就打不壞了 這也是我之後想要測試的 總之呢今天測的方式 就是他們會從這邊走進來以後 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殭屍的數量真的很多 而且我記得我昨天 昨天殺那個殭屍的時候 他們掉的東西是可以拿的耶 他們還會掉東西喔 可是掉的東西很弱啦 欸他們全部都小死不見了 然後我家全部都又被拆掉了 這是第二次 其實我昨天真的有建好 因為昨天我那一集結束的時候 大家沒有看到我建好的房子 所以我房子後來有建好 好啦我最後來建一下房子吧 對因為我不知道官方什麼時候會改版 改版的話 隨便我忽然間我那個東西 全部被人大家光顧一下 然後我建的話我都會先建門 因為先建門知道出口怎麼走 先建個門好了 好現在有個門就夠了吧 門很重要喔 然後牆壁我有跟大家說一下 像這牆壁啊 其實我建議大家 門不要建太多的原因是因為 門在升級之後消耗的 那個材料會比較多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二級的話 對 因為像我之前建一大堆牆 建一大堆門 我後來發現門 你看門要 不好意思 門要15個石頭 25個二級石 木頭 然後你看 牆壁的話只要10個20個 所以 稍微是有點差異性的 就是門的話要需要的材料比較多 然後這個都多少 喔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的話你就可以建這兩種 好我先把這邊包起來 然後我放 我家已經變大了 然後 剛剛這邊 他們都從這邊衝過來 帥 那就幫我拆一下房子 其實我一直想整修 哇 怎麼還有一隻啊 怎麼還有一隻 喂 怎麼還有一隻 好好好 我要引過去我那個 嗨 來我家這邊逛一下 來慢慢看喔 慢慢看喔 你要不要洗個澡啊 醬汁大哥 要不要洗個澡 還是吃個蘿蔔湯 來來來 吃蘿蔔吃蘿蔔 可以關第三隻了 等他來 他不要 他不要出去 他說我還沒逛完 這邊請 這邊請 門打到他 靠 什麼出來啊 你 喔唷 兇欸 欸 有話好說喔 不要打人啊 對不對 我們都是文明人啊 好 來啊 就是 這樣子 被打了啦 可惡 剛好 乖乖的站在位置 沒有 欸 這這樣是不是會 會自己 自己 不停頓的一直走欸 哇 這是個鬼狀的節奏對不對 好 我必須快一點把它蓋起來 好 他應該會走我走過的路線 我在猜是會怎樣 趕快趁現在 欸沒有 沒有 這是殭屍 這是殭屍 好人類喔 他不理我欸 他是不會走我走過路線的欸 好我試試看 就是先往這邊拉 拉遠一點 好 這樣子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你會過來嗎 快 快 蓋起來 蓋起來 喔 抓到第三隻了 神功捕獲 奇行種 最兇應該是最旁邊這隻 喔 這隻 衣服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是紅色的 然後這隻紅 這隻也是紅的 然後這隻綠的 然後這個陷阱就是讓 有些玩家他們其實會看不到這個 跟大家解說一下 如果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進在這裡 你看喔 這是一般大家看不到 你沒有殭屍 因為其他玩家我進來你家的時候 會看到是這樣的畫面 其實他看不到你沒有什麼 所以他如果今天走小巷子 可能就會被 這三隻殭屍抓 有沒有 他靠太過去了 因為大家都會貼著牆走 那他就有可能會造成損血 然後或許我這邊再做一個劇 那他走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沒有要走 然後往回走都靠著牆壁 就被殭屍抓 對 我們來看他殭屍抓損多少血 欸 老大 抓我一下 3滴血了算了 沒關係啦 因為我現在房裝窗比較 厚一點 剛才現在有兩把槍欸 我發現散彈槍比較強 因為我昨天 我昨天是用散彈槍跟殭屍大軍打 好等一下我剛才沒把我家修好 好先把家修好 好像家太遼闊要跑好久 因為之前都是有障礙物的 所以我是一個不喜歡有障礙物空間的 的玩家 對我喜歡飛一點 可是牆還是要建 因為他們 他們這樣子燈門踏戶的 不太喜歡 所以我還是把我的門給都 搶成劍 好 好 請全部 OKOK 哇 這是連續兩天第二天被破壞 連兩天 好啦 大家如果今天殭屍巢來的時候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如果你今天如果不想像我 防射像我這樣被破壞的話呢 請大家記著你就不要登進來 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半小時都不要登進來 你進來後只會掃一個牆壁 然後如果你今天連牆壁都沒有做 有玩家說會掃個地板 然後像我這個就是 就是想要看一下殭屍巢進來家裡面 知道怎麼破壞 因為昨天我登記的畫面就是沒有錄到很清楚 所以今天算是重錄 對 錄重錄那個畫面 因為大家應該有看我那個 第十集的時候有錄影 第十集錄的那個就是只有片段 因為那時候我用 酷劈手那時候我忘記 就是我在外面嘛 所以我用酷劈手錄影 那時候我沒有調到Poro 所以他只能錄一分鐘 然後一分鐘加拿捷點進來的時候 就只剩下 大家看到那十秒的畫面 結果我這邊跑到這邊 哇好多殭屍啊 然後我就開始逃跑 可是後來其實我跟他們奔戰了 哇我喜歡這邊 最多好像只有三隻殭屍欸 因為我好像沒靠第四隻跑進來 然後我現在看有沒有狼 狼的話應該也可以補貨 只是狼跑比較快 好這就是那個殭屍草 大家喜歡殭屍草的話呢 可以來挑戰一下 那記得 我跟你說真的不能拿近戰武器 因為你近戰武器 像剛剛的狀況 如果我今天沒有拿槍的話 哇 我可能會被包圍很快就死了 你要看喔一個打3滴 很快你的防裝壞了 然後你一直被抓一直被抓 可能就死光了 你就GG了 所以大家建議啊 你們先把一些武器跟防禦呢 先準備好 不要輕舉旺動的時候要跟他們PK 因為可能都死了 你東西也會噴掉啊 所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挑戰殭屍草 對殭屍草其實還蠻有趣的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殭屍加年華來家裡做客 因為現在也沒有開放其他玩家嘛 所以說殭屍來家裡做客也蠻有趣的啊 只是他們是用破壞的方式 跟那個讓你重現家園的方式 他們真的是比較激動一點 好先洗個澡 好這一集主要的一件是要那個殭屍草 然後我想一下有什麼情報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現在52集 大家如果卡等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就是一直 採集木頭跟礦石 然後收集材料 基本上因為我還沒卡等啊 所以我不知道卡等是什麼狀況 基本上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的 收集物資 然後呢我家有個燈 那個燈是不會亮的 有玩家問我說那個燈會不會亮 欸我的燈呢 我在這裡 那燈不會亮啊 這個是裝飾品 就是可能要等 其實我在等這個發電機 如果說 呃...發電器 這發電機我做好的話 說不定可以讓人家有電 有電話或許那個燈就會亮 這是我的猜測 因為其實基本上這些東西都還沒出來 對 我好像還沒看過有玩家在做直升機的欸 因為直升機這些材料 根本就沒看過啊 所以可能是還沒開放 不過大家看那個地圖 我跟大家解說一下地圖 未來的話這個遊戲 它基本上地圖會越做越大 然後呢世界觀也會越來越大 甚至會增加很多的 呃... 這邊就有一個避難所 然後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是可以坐直升機過來的 所以之後直升機應該就是要坐在這邊 然後 呃...很多玩家跟我都是拆車是說 坐好車子以後就可以到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說像這邊 或這個家 因為現在都過不去嘛 還有這個森林 哇...這是楓葉森林 這是很像是二級木 因為這個木頭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然後旁邊有個聯絡塔 對...然後大致上的話 這地圖應該是會越做越大 在我看應該是會 你看光這邊拉就拉很多 就很遠了 所以這個遊戲如果說它賣座的話 其實遊戲公司它會 去增加它的東西 而且殭屍題材是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遊戲內容 對... 大致上呢 今天這一集主要介紹的就是我們那個 殭屍草 然後我還沒有找到我的頻道到底是哪一個 是上面這個嗎 我不知道是上面這個頻道 是不是第一個頻道 確定 因為這個我沒有研究 然後大家 然後廣告的部分說真的 我很少提議是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廣告在哪裡 好...總之呢 這一集是介紹的就是 我不合拿鐵 大戰 殭屍 對...大戰 來家裡面做客的殭屍 我今天弄他們 吃了很飽的子彈 相信他們這次不敢再 親舉...下一次不敢親舉 直接闖進我家了 雖然我家也奉獻了很多牆壁給他們吃 對...大致上就這樣 然後之後我會把 角落這邊的牆壁把它升級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是不是在升級後的牆壁 他們就沒有要破壞了 這個我要試試看 這邊升級 然後呢 還有設置那個巨碼 就是我下一集會做的事情 我會先做好 然後之後如果有殭屍巢 剛好有遇到殭屍巢 我可以錄影的話 我就會錄給大家看 好 今天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遊戲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給他們看看 殭屍巢是什麼樣的畫面 然後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那我們大家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